白草窟为啥没解药 很多毒药都会有相应的解药 为啥偏偏白草窟就没有呢 原来是因为白草窟的中毒原理太先进了 目前根本没有破解办法 大家都知道 白草窟是一种可以让植物的绿色组织快速死亡的出草剂 但是人喝了也会中毒 喝少了可以洗胃就回来 喝多了就只能等吃洗了 白草窟的主要有效成分是甲基子精 看到它的化学结构酶 两个杂蛋环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共恶体系 实际上这就是一对大道夫妻 专门盗窃电子 白草窟的中毒原理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由于植物的叶绿体在进行光合作用时 在光返云阶段 水会被光解出电子 大道夫妻就会趁机一涌而上 把电子盗走 本来盗走电子也没什么 但是大道夫妻虽然盗窃功夫了得 看管能力却很菜 这边才刚把电子盗过来 还没午热 那边又给氧原子吸引走了 还直接跟氧原子结合成了超氧离子 这一结合可不得了 直接变成了超级杀手 因为超氧离子对生命细胞有极强的杀伤力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这就是白草窟可以让绿色植物迅速枯萎的原因 这时候你肯定要问吧 人体又没叶绿体 为啥人喝了白草窟也会中毒呢 原来人体虽然没叶绿体 却有线粒体 线粒体中有氧呼吸的过程 同样也属于氧化还原反应 有氧化还原反应就有电子转移系统 只要有电子转移系统 大道夫妻就有机会盗取电子 让电子最终跟氧原子结合成超氧离子 中毒也就在所难免了